我们还是画不同形态的锅果 还是调绿色 大白鳞笔 生鲜纸 我们先把这个藤狂都给调出来 然后呢 调到 快到笔度上 也就是笔头吧 因为锅果小嘛 我们不需要那么大 不需要那么多颜色 我现在调好以后呢 我就开始 往里头加一点花青 先把头部一点一下 这个动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样的动态 然后 再把后面的这个 高一点 然后再把后面这个 画出来 后面这个我们就加点这个藤黄 多一点 后面的翅膀 藤黄多一点 币尖来点这个褶食 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翅膀呢 下面的这个肚子也可以 也可以先画头 那个大腿啊 我们可以先画腿吧 等会儿再用这个 先换一支笔 我们还是调这个绿色啊 藤黄 加点这个花青 藤黄和花青 它们都是原色 就是黄和蓝 都是原色 我们画腿 我们画腿瘦得再加末啊 多练习 多练习 大腿要粗一些 后面呢 前面的小腿 它是六个腿啊 因为有个朋友可能说看到了你怎么四个腿 它是六个腿 因为由于角度 你看到可能会是角度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肚子给画一下 肚子呢 我们就用这个淡淡的刚才就画这个头顾的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肚子呢 给它扫 用笔的稍微虚 这个虚就是说呢 稍微不要太实按住啊 不要太实 屁股后面还有一些两个小尖 然后再去加点墨 给它 眼睛 嘴巴 上边这个嘴巴 它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前面有一些小 小嘴啊 然后 然后翅膀 肚子 其实我们 画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呢 也是为了这个画面的这个效果 就是墨 你光有颜色也不行 因为重画得有墨 才能显得这个画面呢 才能怎么样 看得比较 结构呢 比较清晰 然后它的须 这个就基本上画好了哈 然后眼睛再给它点一下就行了 点一下眼睛 眼睛呢 基本上我们都用褶食点 褶食 褶食呢 就是它因为它本身的眼睛 它就是有点偏黄 偏红黄 你点完以后呢 你也可以再用白颜色 再给它稍微点一下 这样呢 让它这个眼睛更亮一下哈 这一画好了 等会儿我们再去 看一下 它这个大腿好像还有点 我们可以稍微 用这个墨 再给它勾勒一下也可以 为了让它结构清晰 刚才我们说了哈 这墨的勾一下 不勾的话觉得 好像是缺点什么似的哈 这样墨一勾的 很清晰显 那是那是 想把东西放上 你会写的 你会写在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